好,各位老師,這聲音還蠻大聲的 好,這一個今天其實為什麼我把課程設計框起來 因為我的重點不是做它,我的重點是課程設計 那你一定做得出來,因為我說實話,網路上很多種版本 那等一下會講一下我的靈感來源是什麼 為什麼決定做這個,然後怎麼去規劃 所以我的重點其實是課程設計 但是我也知道,出來演習總要做東西 所以前面大概讓我講20分鐘 不會把整個脈絡全部交代完 那這樣交代完之後,有興趣的老師,你自然而然就可以自己延續下去 那如果你只是想嘗試看看,我們就可以開始做 那材料其實還蠻單純的 好,那今天分享的重點是 因為主題抓在八年級,那八年級升科來講是能源與動力 所以就是它要教什麼 然後怎麼教,這都是我的觀點 布置一個一致性的標準 這是我的觀點 我覺得它應該教些什麼 然後怎麼教,所以我怎麼找靈感 那這個作品涉及的內容 怎麼去呼應我前面覺得是應該要教到的內容 這樣子 然後學生過程中可能遇到的狀況 應該也是你今天會遇到的狀況 因為這台車子乍看之下 你網路上看,你都會覺得那些人都很厲害 怎麼隨便做就做都好 我跟你保證 你做完第一台應該都不會動 絕對不會動 因為它有好多好多小細節 其實都是故意留給學生自己慢慢去 包含今天給的材料 都不一定是最適合的材料 這個可能你可以做的過程中 我習慣留這樣的問題給學生自己去探索 因為我不喜歡 做完之後就跟胃膜一樣 就滿無聊的 然後如何評量大概是 它的重點 然後最後就大家動手 再來 教什麼 能源動力 就課綱來講 能源是談能量的產生與轉換 這大概是最基本的 然後動力那邊是談動力傳遞跟運作 這個兩個其實不太一樣 那為什麼我要講這個 因為每次講到能源 大家都想到只有發電這件事情 因為能源這件事不是只有在發電 發電只是因為現在 現在我們最常用的能量形式是電力 但是能源有很多種 你要如何去產生 以及它的轉換 其實是課綱想要強調 而且它著重是在日常生活中 那動力傳遞是因為當我能量 最主要功能 除非你是為了取暖 不然你那個能量本身 都是為了讓它產生動力 然後進了去驅動某個其他東西 轉換成其他你需要的東西 所以會牽扯到所謂的動力傳遞這件事情 這大概是 很精簡的說法 如果有興趣你就看課綱寫得很詳細 只是我大概抓這兩個主軸 包含你看到所有課本應該都是寫這樣的主軸 然後怎麼教 這個是我自己個人習慣上 我會教這些內容 動畫跳掉 就是呼應剛才講的兩大主題 所以在能源產生性轉換那邊 我會談能源是什麼 種類 能源轉換成能量 然後能量間的相互轉換 這個比較知識性 所以課本為什麼 如果你有放過課本 七八九年級 八年級課本寫最厚 因為它含的 知識性內容其實非常的多 那你說是不是全部都要教到 我個人認為是 有些很像會變成學生的 參考閱讀資料 你可以引導他去讀 然後你抓你需要的出來 那動力傳遞這邊是 能量如何轉換成動力 那動力的轉換機械有哪些 動力的傳動機械有哪些 這個是在知識性內容會談到的 然後利用實體作品來探究 你前面這些學的 所以你看到八年級的課本內容 你都會覺得很像在做實驗 其實我們不希望做實驗 我們還是希望它有實用性質 這個部分還是要提到 所以還是會談到 一些比較實用性質的 比如說引擎的介紹等等之類的 但是本質上來講 它其實希望利用你的實作作品 來探究來探討 或是驗證你知識性內容 學的這些內涵 所以一定還是有實體作品 所以因為釐清了我八年級 我大概想要抓什麼主題之後 那我就去找作品 那靈感來源 這幾個網站應該是蠻常見的啦 這個是一個大家很多 你要說Maker或是怎樣 反正很多自己創作人 他都喜歡把它PO上去的 Instructible 然後這個是一個圖片網站 這個大家如果你有訂閱應該蠻常見的 它很酷啦 反正它有大量的圖片 然後它就是我覺得很好用 然後它會定時提醒你 你有興趣的主題 最近又推出了什麼新的東西出來 Pinterest 或是叫Pinterest 反正就是我都亂唸了 然後再來就是淘寶 我跟你講淘寶是我最大的靈感來源 因為它總是有辦法把很難的東西 變成很便宜的材料 把我賣給你 這就是本事 這就是真的它的本事 所以今天我們要做的這一台 光淘寶上大概有無限多種類似的概念 那淘寶它的概念是給國小做 所以它賣了很多類似積木組件 但是因為我們抓在 它的概念很簡單 就是水往下沖 沖到這個水車 然後水車轉換成動力 然後這個比較講究 它還有透過一個減速機制 讓它扭力放大 那我們今天做的是沒有扭力放大 如果你要扭力放大 就可以自己再試試看 然後未能的弄能 那剛才講的 它是否國小的材料包 所以它都把它做得很剛好 你失敗率其實不高 尤其它是用塑膠件 最大好處就夠輕 然後還有一個防水 這是我們在學校端裡用材料 其實你比較難 因為你要找到塑膠件 可能簡單 但是是不是剛好你用 適合你用 然後它的堅固程度 這個都是你靠考量 那所以我們在學校端 最常用的是木頭 那木頭做這個作品 最大的缺點就是 第一個 重 第二個 吸水之後會膨脹 第三個 發霉 所以這個是 但是今天準備的就是木頭 因為就是方便你們去創作 因為這些我想要規劃的主題 跟講的內容 找到這個靈感之後 我就開始做 那今天等一下老師們 你就是會做這個 所以你等一下 你也可以上網自己去查 做法很多種 我做的這一款 是最重的一款 所以它很難跑得動 我有試過加滿水之後 我好像跑地板六格吧 就是那種大格子 通常摩石子地的大格 我記得是跑六格左右 但是其實這樣算很差 人家外面號稱都是一杯水 可以運動 不曉得 這個是比較爛 你看到人家那種影片拍出來 一杯水 跑十幾公尺 我都覺得有點離譜 我都不曉得有沒有偷拉就是 但是它的確是 把它能源轉換效率 可以提到很高 所以這就是靈感來源 那這個涉及的內容 換個方式講 就是我希望學生透過這個作品 過程中學到哪些 水利 其實 玩水利很麻煩 因為玩水會撕掉 但是我個人比較喜歡玩水 像 所以我自己規劃的課程 通常會碰到水 是因為 我覺得學生碰到水 它就覺得有趣 那有趣上來講 你就會覺得整場課比較活躍一點點 太陽人 我沒有很喜歡玩水 因為它貴 就是本身就貴 然後就是那塊板子 本身就貴了一點點 可能現在降 現在降很多了啦 再來就是 我覺得它看不到 就是它的作用這件事情 它是 看不到 那風力 風力也蠻常玩的 那水是我個人比較偏好 所以我就會介紹水利 所以 我們在談課本的時候 我就會特別把水利抓出來 水利發電是 全世界最早的發電方式 尤其台灣早期水利發電降了將近八成 為什麼 因為台灣河川 就是地環境嘛 雨水多 然後河川 什麼川極啊 什麼之類的 所以早在日劇時代那時候 我就開始講這些內容 所以水利 會跟學生介紹一下 再來 未能轉動能 未能轉動能 如果沒記錯 應該是理化九年級才會談到啦 但是這邊就會開始 因為它必須用到嘛 所以它要了解 至少把一個水 放在高一點的地方 讓它掉下來 放得越高 打到人越痛 這個概念 它應該是有的啦 再來就是這一個 很多 應該說八年級玩 能源與動力之外 其實課綱裡面有寫到另外一條重點 就多元材料加工 在七的時候 它是不強調材料 因為它七預設就是畫圖 跟木頭 但是到了八 它希望你有很多不同的材料 所以這個作品 其實我會希望用到金屬塑膠 這兩種 比較少用到材料 它的加工方式跟技巧 其實差異蠻大的 所以這個作品我希望包進去 然後動力傳遞涉及的因素 這就是我說這個作品 其實很難的原因 因為你水越大盆 就越重 你光一開始要克服靜摩擦力 就很難 那靜摩擦力克服了之後 它本身 其它輪胎之間的摩擦力 我們應該講具體一點 就是你的扇葉很多 你覺得可以蒐集比較多水 那扇葉很多 你用的材料就會比較重 輪胎大一點比較好 但是輪胎用的大 它又重 所以你要如何去取捨你的材料 在國中做 我不會讓它用 珍珠板來做 因為那太像 沒牢了 我一定會要求就是三項 塑膠 鐵 金屬 跟木頭 這三個材料件來做 所以今天 有特別準備是光碟片 那跟你講光碟片很重 雖然影片裡面那些人 他用光碟片做 感覺都跑得好厲害 哇 咻就跑 但是我真的試過 真的跑不動 是真的跑不動 因為它 所以我才會用 那個是雷切偷懶的 那你今天這個要怎麼減輕 重量要靠你自己 我是沒有幫你切好 好 那我希望他學會的是 剛才講的 就是動力傳統設計的因素很多 所以我希望他 這個過程中 他要學會去分析 所以這整個歷程 他要自己去規劃 我不希望他是用 嘗試錯誤的 我比較希望他是用設計 因為七年級 我會讓他們用試的 七年級 基本上都有 以前最有名的活動 大概丟雞蛋這個活動 那都比較偏向是 用試試看 多丟個幾次 但是 以公司開發產品來講 不太可能讓你 無限制的試 總要有個方案 提出來 這個的可行性 可能到八成 那我們試做這個模型去做 我希望 到了八年級 學生應該要有本事 做這件事情 而不是只是 拿到材料就亂做 亂做完就 失敗了 失敗也不曉得原因是什麼 就再找另外一個材料去做 我這樣永遠都試不出一個結果來 應該重複到 學生可會遇到的狀況 我一樣要呼應他 希望他學到 就是 他真的能理解 未能轉動人嗎 只要放得越高 就是越好 是嗎 對於整個 未能 純粹未能轉動人 當然越高越好 但是就於機構 你的整體動力傳遞 這個機構來講 你放得越高 它的穩定性很差 它的穩定性其實非常差 那你說穩定性很差 我就把車子再做寬一點 那也是不就加重了它的重量 所以這個都是在取捨 我希望他可以去了解 那選什麼材料 為什麼 那不同的材料如何加工結合 這也是這個作品 我希望可以做到的 然後卡住啊 跑不動啊 垮掉這些怎麼辦 因為這就牽扯到 它的加工技術 跟它的材料選擇 跟整體設計 所以他們是邊做邊想 還是想一想再開始做 這個就是 我覺得他們在過程中 可能遇到的狀況 老師們等一下 一定 大概的狀況 應該都是邊做邊想 這很正常 因為你短時間內就要做出來 他們能不能規劃出 最佳的探究步驟 就是 你覺得啦 做這個作品 你第一步 一定要先做什麼 你先把什麼變音控制住了 你再來探究其他 你比較能夠有 順序性的去做 你會先控制是它的高度 水的容量 還是整體重量等等 這些都是可以讓他們去思考的 好 評量 這個我就講快一點 知識性內容 學習蛋 測驗 資料搜集 這個很簡單 那技術性內容 這是我比較強調的 就是 我會做一些小型的 微型的技能檢定 就是 全班 分六桌 第一桌可能是 不難 剪一段鐵絲就好 第二段 第二桌 用直線加熱器 彎整個壓克力給我 然後第三桌 以此類推 美工道 我習慣用這樣的 微型技能檢定的方式 至少可以把全班的水準拉齊一點點 再來就是工作日誌 我很蠻在意 當我開始做大型作品的時候 我就會讓他們寫工作日誌 也不到每日 應該是每週而已 現在線上他們也很習慣 就線上寫就好了 放這三個圖片主要就是 剛才的作品裡面有一個這個 技術重不重要 很重要 因為你有想法 我都會放這個圖跟他們講 你想法很好 你說你要用什麼來蒐集水 什麼什麼 但你有本事做到剛好 讓這些瓶蓋可以變成一個輪子 然後水都還可以蒐集到 這是一塊珍珠板 好 然後你要如果切割 然後切割的時候 你是不是必須要用尺規做圖 去做出最好的角度計算等等 好 我講完了 差不多 我只講了十幾分鐘 所以 重點是開個頭 讓老師們今天來主要是分享 就是 你做這個作品 其實你可以把一些知識性內容給 傳遞進去 以及你希望的歷程性的能力 培養它 不要只是做 然後能源動力也不只是發電 如果你純粹只是發電 我就會覺得非常的 可惜 然後你 八年級一直在談電 九年級也在談電 就是 有些老師可能是國小老師 可能不太清楚 我們 新科剛國中 七年級談機構結構 八年級能源動力 九年級電雨控制 但如果你八年級就一直都在談電 那我實在是不太知道那個順序 你是不是就有點違背 你的學習脈絡這件事情 好 那就動手 所以我投影片子 嗯 怎麼還有這一頁 好 所以呢 今天準備的材料其實相當單純 老師們你會看到 蘇角冷板 其實應該不用那麼大片啦 你們可以自己斟酌 然後 加上木條 木條 這個 這個 你確定嗎 這個吧 我再去採一下就可以了 沒有 我再去採一下 OK 然後 就是材料 當初開出來預設就是木條 初假冷板 然後 那個 光碟片 對 光碟片 再來的話 就是 我上個網 給你們看一些參考圖好了 因為 其實你們的設計重點 第一個 整架車的框架 你到底要怎麼組 才會堅固 用最少的材料 組 最堅固的 因為這樣才能最輕 然後你的堅固 重點在於 水放上去不會垮掉 所以我那個其實很偷懶 我用一個塑膠冷板 就是 我覺得這樣最簡單 但是你網路上看到 人家都會是那個 用很多骨架去做 因為它可以更輕 但是 這就取決了你 所以這個其實 也可以用鐵絲來做出那個框架 如果說的鐵絲就是類似這樣的 你可以用鐵絲來搭出上面的框架出來 也可以 可以玩玩看 這個是我做的 作品 我一開始做四輪 但是後來我發現四輪實在是太重了 我本來是希望它可以穩定性高一點 但是輪胎實在很重 那你有看到我的輪胎已經特別把它 踩 就是鏤空嘛 減輕重量 後來發現 斷掉了 因為我踩得太細了 這樣子 那你的光碟片 就這麼大片 你要如何讓它減輕重量 你可以自己斟酌 這是第一個 你們可能要思考框架尺寸 你要怎麼去打結這件事情 那請加工 老師這邊選備的其實是木條 那就是木頭材料加工 塑膠材料加工 然後金屬材料就是這個 然後以及假設你要做這個 往上堆高的這個塔狀 你有沒有其他做法 其實有很多其他做法 再來你們的重點應該是在這個 這個我有切好 但是這麼多葉片是一個其實沒有效率的做法 我自己試的結果 這麼多葉片其實1.1都沒有 那你可以用什麼材料來做 可以看這個 你有沒有看到很多人家用了很多 各式各樣的材料來做 平開 然後你看到很多他們其實蠻常習慣用 鐵絲 這個其實就是一般的鐵絲 只是粗一點這樣子 然後上面就是隨便一罐 那當然我們會希望上面的 承載水的容量 可以大一點比較好 但是水大 水多 它就重 所以這也是 我會留給學生自己去做中間 中間這一個部分 我是不會給學生的啦 木頭材料我會給 光鐵片我會給 因為他們現在好像家裡很難找到光鐵片 但是學校很多奇怪的光鐵片 我都會給 那它是 一定要用光鐵片 我也沒有意見 然後中間這個就屬於你的片 所以我帶了一袋的那個瓶蓋 那個 去 回收是減的啦 應該大部分都有沖洗過 如果沒沖洗過 你再自己挑掉 然後這是外面人家賣的 你就會發現它多了一個 減速機制 用來增加它的扭力 放大它的力矩 通常就用水車的散業 但是其實我 自己看這個水車散業 我覺得它水車散業應該轉得很差 因為它集水效果太差了 所以它才必須透過這個減速機制來做這件事情 然後這就是剛才 只是它還有步驟 還蠻酷的 它有教你怎麼把水弄出來 這就是紅溪效應 然後這是另外一台 它說一杯水可以兩米 兩米其實還蠻少 蠻少的 大部分它們都會用很輕的框架來做這件事情 然後光碟片應該會叫你自備 那它這邊其實 這個不是瓶蓋 這個是齒輪 那它這樣的目的都是為了增加脊水區域 效果好不好 好 我有試過 用什麼最好呢 用湯匙 就是我們吃那個 吃一些優格 就是很小很小的小湯匙的那種 不是比吃布丁的再大一點 因為吃布丁有些很小嘛 就反正就是湯匙類 它有一個沉載水的那一種 其實效果還不錯 然後這是它 這是我看到一個我覺得蠻酷的做法 它是用瓶蓋來做出 直接把後輪跟集水輪直接做在一起 這是很棒的想法 因為它直接就減輕了輪子的重量 這是一個很棒的想法 但是它技術難度就比較高一點點 那它也習慣用鐵絲來做 所以加工學院這邊也有鐵絲 寶特瓶 它是說有請你們帶 但是它自己好像也有準備 所以寶特瓶你要用多大瓶 你可以自己斟酌 這個是外面人家賣的 它就幫你把它都設計得好好的 那你要賣一個好像賣29塊人民幣 但是你會不會覺得這種東西 有賣29塊人民幣實在是一個 29塊人民幣台幣是多少 150 你覺得這些需要這麼多錢嗎 我是覺得不需要 但是人家幫你組裝好了 然後還有一台 我記得我看到一台是 沒辦法算了 我等一下再看它能不能上網 然後再輪出來給你看 所以老師們其實你可以自己 我回到我自己做的那個版本來看 你的框要怎麼做 你決定 你的輪子怎麼做 你決定 你的水車怎麼做 你決定 然後問個問題 你覺得水車 應該說上面的水 應該放在哪個位置比較好 真的要考慮一下 我有試過 真的有差 就是你的整個重心位置 要在哪裡 會比較好 我有試過 那你看到之前的 那個 那些產品 你大概可以發現它的趨勢 應該放在哪裡會比較好 好 然後 水 我是直接裁掉 我記得沒錯 我應該是裁掉三分之一 還是二分之一 但是這樣承載的水量其實不多 然後還有一個重點就是 你的瓶蓋是 你下面是有瓶蓋的 你保濟瓶是有瓶蓋的 你總不會整個瓶蓋 這麼大的出水口 啪一下就把水漏完吧 那你要怎麼控制它的出水量 出水量要多大 然後你要如何讓水可以準確的 打到山葉上 它其實有好多小細節 那用木頭做很大的缺點 吸水膨脹之後 你原本鑽的孔 本來輪子滑得很順 吸水膨脹之後 那個孔 變卡住了 那怎麼辦 所以這個就是 我一直說 我今天的重點不在於說 大意著大家 直接把它一模一樣做出來 我比較想的是 就是看大家能不能玩出 一些不一樣的東西出來 所以材料 再講一次 就是 塑膠溫潤板 其實你應該也不用那麼大片 木條 光碟片 你想拿幾片就拿幾片 然後啊 那個鐵棒 這是給大家看的啦 我是利用一個水管來控制它水的流向跟大小 那我用了這個水管 後來我發現這個水管太細了 所以後來就改成直接在瓶蓋上開一個大一點的孔 那大一點的孔有一個缺點 就是它水出來會變成會開叉 然後後來我想說如果用吸管 那吸管呢 我有試過 用很粗的吸珍珠奶茶那種吸管 太大 要吸什麼呢 小珍珠那種吸管會差不多大一點 因為你那種比較更小 一般飲料那種吸管又太小 因為那個 一般吸飲料的吸管大概就跟這個差不多 所以那個其實可以去試 再來就是水管要多長 會有差 真的有差 就想說你想要對得很準 然後水管讓它弄得很長 然後對準 你會發現那水力量消失了 你會發現那水流的力量消失了 所以這就是不斷地試試試試出來的結果 好 所以瓶蓋你要就自己拿 再來 這個是中間的輪子 我還是有切啦 只是 你是不是用它 以及是不是用到十二片 因為我一個輪是切十二個 十二個扇葉 我那個是做十二扇葉 十二個葉片 那你真的要這麼多 還是你可以改良它 變成 這樣子 其實你都可以自己玩玩看 或是你不想要這個 你想要直接用一個 大的瓶蓋 然後接磅子出來 接這個行不行 也可以啊 那鐵絲在後面那邊 等一下又拿來前面 我的意思就是你鑽個洞 鐵絲穿出來 這個不是也一樣可以直接穿進去嗎 所以如何取捨 如何去找它的最佳解 最佳解就是清嘛 一定要越清越好 摩擦力越小越好 但是你可以承載的水越多越好 那你要如何讓這三件事可以達到一個平衡 就看各位了 然後你會看到這邊有一些 塑膠齒輪 欸這是皮帶輪 這個是為了方便 你看到那一台 我剛做的那一台應該可以理解就是 因為我準備了鐵軸 這是FIRE鐵軸 直徑2M的鐵軸 那剛好可以配這個 然後塞得很緊 那為什麼要塞緊 你總不能讓你的輪胎會左右 不斷的晃動 那我等一下想辦法讓它可以連我 因為有一些影片 就是你會看到 人家做的真的是很 你會覺得 哇塞 他用這麼爛的材料 竟然可以跑這麼遠 到底是為什麼可以做到 我是覺得蠻值得看的 好 想完了 所以呢 現在 老師們 你重點不是拿材料 是你要設計 你要想想看你要怎麼做 開始吧 這個弱品學生做 他們動作動手都很快 因為他們從來不怕犯錯 反正就是 那我趕快拿一個東西來試試看 那只要是大人 就會開始想 這樣做不曉得好不好 但是我就希望在兩者取得平衡 就是小朋友也要去開始思考說 到底是不是應該要先思考一下 那大人呢 那大人呢 就是要跟小朋友一樣 就是 試試看嘛 有什麼關係 實在沒有想法 你就先想一件事 你要幾顆輪胎 你就先想嘛 你要幾顆輪胎嘛 對啊 啊你要用什麼做輪胎 這個你可以先決定 你說你把它都改成那種瓶蓋當輪胎行不行 當然不行啊 因為太小了嘛 老師們 我給個建議 你真的覺得三秒焦好嗎 你想一下喔 你真的想一下 我這個材料其實就是故意給學生很多 他 當我面對不同材料 我要用什麼用工具 什麼樣的技法來加工這件事情 所以 三秒焦 好不好 用在哪邊 那我把木工交給他們去拿 好 現在可以上網 所以我找到一些 就是你看到人家 做了各式各樣的 做了各式各樣的 那你看他上面用的寶豆瓶已經蠻大瓶的 三秒焦就是 三秒焦那邊就是一戳開 一個橘色一個綠色 你看他跑多遠 他其實跑真的很遠 然後還有這一款的 所以 其實 其實 你手機都有嘛 所以我說實話 你可以看看 然後 我要給你看的一個就是 我覺得他實在是做得很爛 但是他真的跑很快的一個 就是我覺得超不合理的 我找一下 就是反正這都一系列 關鍵字是什麼 水車 Water Power 對 關鍵字 然後 有一個他純粹只用吸管 橡皮筋就做完了 然後 我找一下 反正這個網站 你們現在網路資源真的非常多 然後我說了 水 這個是效果最好 有沒有看到湯匙 湯匙 湯匙 你會發現他的扇葉 絕對不會太多 為什麼 因為一個還沒有完全蓄力到 另外一個已經把水阻斷 所以我說我的十二其實太多了 我自己釋出 所以玩這種水車其實蠻多 就是水車的扇葉 很多人在玩 那你可以考慮做成跟 這個一樣 你用兩個光碟 然後中間用一片一片 是不是就有水車的形式 然後這個光碟本身就當輪子 我的做法是 我的扇葉是不是輪子 這個做法是扇葉本身就是輪子 那 你覺得哪一個比較好 這個其實你們都可以嘗試啊 因為我教這個作品 我就一直丟很多東西給學生自己去看 然後中間扇葉我是不給材料的 所以就是他自己想辦法伸出 他覺得中間合適的材料出來 這個就是我覺得不是很合理 他水其實很小 但他跑超好的 但是不是 我說做得很爛的不是這一個 這個是做得算很堅固的 所以你們講這個手機 隨便查一下應該都查到非常的多 然後我今天的角色 我不會直接跟你講怎麼做 但是就是你遇到什麼狀況 你什麼加工技術 有什麼困難 你再記得跟我講 我會再跟你講 大概要注意哪些 因為這就是我上課 對學生的角色啦 如果老師們決定做三葉先做很好 那你是不是三葉做完之後 你就知道你的車子至少要多大 輪胎至少要多高才不會卡到 然後那個鐵棒先不要穿 因為穿一次那木頭就鬆掉了 所以你們最好 就是我說他有步驟性 你要自己思考一下 你哪一個先哪一個後 會比較容易去做出來 那如果你真的想不到 我跟你講水車一定是最後啦 車子先做出來 車子先做出來 這只會爛掉 哈哈哈哈 其實我有試過 我用那個鐵絲 用點焊 焊出那個框出來 然後啊 我用木頭做之後 我為 剛才不是說 木頭材料加工很多方 就是材料很多加工方法 我如果選擇木頭 那我又要避免它的缺點 所以我後來噴了漆 我噴了透明漆 讓它可以防水這件事情 所以不同材料 有不同的加工方式 來避免它的缺點產生這樣 越輕越好 這是一定不便的嘛 一定是越輕越好 光鐵片也是可以減輕重量的啊 你去鑽很多洞 它也是減輕重量的啊 用這個杯子也行啊 你用杯子下面開個洞 其實也是一樣的概念啊 我喜歡用保樂品的好處 是因為保樂品的瓶蓋 我可以扭下來 我可以去改它的洞 而且假如我很多瓶蓋 我可以改不同大小裝進去 去試驗說每一個洞差異在哪裡 就是我希望它可以換 換頭 喔 流速啊 對 這樣我就可以去試出 它不同的效果是什麼 然後那個高度 我其實做得很低喔 你外面就是你看到人家賣的 那個產品他們做得其實都很高 因為那個水沖的力量才會夠大 那你要架高就剛才講不穩嘛 所以你要如何取捨 然後越高你就越對不準了 車身的長度至少要可以容納你的輪胎嘛 所以你在考量你車身的木條長度的時候 你要先考量你的輪胎大小 所以剛才不是說第一個問題就是 你要用什麼當輪胎你要幾顆 這就會牽扯到你整個框架的尺寸啊 輪胎你決定了再來決定框架 框架做完了你再考慮你的水車那些有的沒的啦 這樣你去想會比較容易想 你沒有一個框架 你沒有東西是搭不出來的 老師有建議是先做框嗎 當然 那你說要跟這個輪子有搭配的話 那我要怎麼去大概兩尺寸是輪子的幾倍還是說 就我前後輪子怎麼配嘛 對啊 那至少我至少是不是要跟兩顆輪胎直徑一樣大 嗯 對 那你說這個寬度 車身寬是不是 對啊 我的想法 我當初想要做的是越窄越好 因為這樣我重量越輕 但後來我發現 不穩 不穩 就跟你立正戰鬥很不穩 你一定要腳打開一樣 所以我就把它放大 那放大完了之後 我後來乾脆就想說 好 那既然放大了 我就放掉到一個極致讓它三輪也可以很穩 所以我應該是抓到十五十二公分吧 對啊 老師可以用他的做一個比例史參考 然後再看你要放到 學生有試過直接整架全部用輸架怎麼不想做 除了輪胎之外 塑膠能滿足 因為你會發現 他有個好處 你直接看他的孔 是軸可以直接穿過去 但是很軟 他水一上去 跑上去就整個下去了 對啊 但是因為我沒有阻止他 我就想說你要試 因為後來軟掉 你就下面再加骨架上去 他就撐起來了 所以我基本上都不會阻止他 去做這種事情了 對啊 我有帶這個皮帶輪 就是為了方便你們直接黏上去 他有孔可以直接弄個 皮帶輪 就是我 對對對 為了方便你們做 有做這些 你們就直接拿大一點的皮帶輪 他很緊所以就不用上膠 這是插這個鐵棒最大的好處 而且又可以拉掉 然後你看到人家上面 影片上做的確都是用瓶蓋 因為他不會去準備那個皮帶輪來做這件事情 可以啊 你可以用瓶蓋 那你用瓶蓋 就可以配合不同的 粗細的鐵棒 因為這個只能配我這個 那假設你用瓶蓋 你想鑽多大的洞 就鑽多大的洞 你就可以配不同的圓棒來做 你就是找個有洞的地方 那我在學校最常用的就是學生的椅子 他椅子一條一條嗎 中間就有一個縫這樣子 那你已經有過去之後 其實基本上就可以 可以轉 因為其實一開始一過去 他已經把它刮掉 本來這個洞很小嘛 那已經撐過了 其實他就已經把它刮掉 對 有些瓶蓋可能要補膠 熱龍膠會比較好 因為熱龍膠會整坨包住 你用那個三秒膠之後 他接觸他也 不會啦 他差那一點沒有感覺